因為有時候我說真的 我其實同學問的問題 我花最多時間是瞭解 到底你的問題在哪裡 你到底想要做出什麼東西 後來我發現我真的懂了 我大概講一下 就是大概這樣 比如這個它是一個選項 就是單獨一列 如果像這個裡面 我把它拉寬一點點 裡面有三個選項 那意思就是要把這個變成三列 是不是 意思就是我需要什麼 先在這邊插入 應該是插入 插入的點應該是在它的下面 再插入什麼 插入兩列 然後把這些資料都再複製一次 然後分別把這些資料 這個資料把它放到這裡 這個資料 放在哪裡 放在下面這個 後面那個痘點 本來就是把它刪掉 反正就 這樣子 OK 我要這樣的理解 就變成三 本來是 是一列的 現在變成三列 是意思吧 OK 如果假如說 我希望做出這樣的結果的話 陳詩蓋如何寫 OK 這個也許回去可以再想想看吧 應該知道我的意思 邏輯 就是 如果它裡面是多選 有幾個 變成你就要多幾列 但是幾列要減一 總數減一 就是插入 所以你第一個要學會什麼 如何知道裡面有幾個 正列 正列總數 然後呢 會需要在下面插入空白列 所以你需要學會什麼 如何在下方插入空白列 然後呢 並且把上方同樣的資料 要複製到底下 空白列的部分 並且把這邊切一塊完了之後 再把它往下放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啦 但是要怎麼做 當然如果說你不會的話 塗法鏈鋼 我跟您也是做得出來 也是說做到死吧 OK 對不對 如果資料多的話 像這種事情 真的非常適合用VBA來完成 只是說呢 因為 步驟越多 當然程式也就越多 只是說 我是建議就是 你可能要拆開來去看 怎麼拆開來呢 就是也許我剛剛講的那些 比如插入列 也許你可以先做 如果插入列 已經插入OK了 然後再複製資料 也OK了 然後再把上面的東西 再把它 用 所謂的那個Squit 切割完 再把它往下放 也OK 大家就分三個步驟 那如果一個步驟一個步驟 都可以各別 可以把它做完 那程式不就OK了嗎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這個也許 我現在 因為剛好同學有問 然後 我想說這個也許 就是當成 各位的一個變化題 然後挑戰一下 回去如果可以寫得出來 那表示 你真的有學會了 裡面可能比較會有問題的 應該是 插入列也還好 插入列就是Row 有沒有 Rodavros 刮斧 後面 刮斧裡面就放 如果你要插入列 假如是在第幾列 比如說第四列的話 你裡面就加一個數字 就是4 然後後面加一個方法 叫點insert insert的話 就鍵盤上有一個insert insert insert insert就可以了 ok 那點insert 那如果說你要插入幾列 那如果說你要插入幾列的話 你就insert幾次就好 也許你可以跑個回圈 看你需要插入幾列 你就跑幾次回圈 有沒有 4i 等於多少列到哪一列 然後你就插 插入列的話 可能也是要注意一下 因為它會一直往下擠 所以插入列的話 變成說它數字變成說 列數會一直在跳動 所以像我不管插入列或三足列 可能就是從下面往上處理會比較ok 所以這個也許反向回圈可能會更適合 我不確定 可以試試看 然後再來就複製資料 複製資料我們剛剛才講過 有沒有Range 哪個Range 點Copy Copy到哪裡 一直往下Copy也可以 或者另外有個方法 就是說你可以AutoFill 它這邊有東西有沒有 一樣的話 其實也可以用一個方法就是 自動填滿 選舉它之後有沒有 然後這邊有個向下填滿 它會一樣 那這個方法如果你不會寫的話 它其實就是AutoFill 如果不會寫 你可以用錄字句集 錄字句集有沒有 你就這個動作 你就是這個時候按錄字句集 然後向下拉停止錄字 程式就寫出來 ok 這也是用方法 有些地方你不會沒關係 你可以試著用錄字句集 可以產生你要的程式 ok 也是方法 然後最後的話再把Spring的結果 放下來 三個步驟 也許這個部分回去想想看 然後如果答案的話 我們下一次再來 也許我回去再試試看 其實我也還沒寫 ok 有時候其實只是想 然後再去做 那要花多少時間 也不一定 不過理論上應該還蠻快的 看功力啦 如果你功力夠的話 如果你反而慢慢練 練到我一個火候之後 你會慢慢 就越來越順暢了 那寫這個程式的時候 慢慢會是一種挑戰性 然後慢慢會變成 所以越來越有趣味性 然後你的工作你會覺得還蠻有趣的 而且甚至你做完之後你效率提高了 你會很多時間去思考 然後我是建議 你可以把那個時間拿來學習 因為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沒有再學習 你將來你要再轉職 或者你要再去找別的 即便公司會有什麼一些調整的話 那你當然還有更多的機會 甚至你薪水才有辦法漲 不然的話你沒有新的技能的話 公司不太可能給你調整薪水 而且現在台灣的蠻特別的 同公司加薪的幅度非常非常小 但是如果你跳槽換到另外一個公司 薪水就可以彈得很高 OK 這個蠻特別的 跟日本不一樣 日本是你如果沒有做很長一段時間 你離職的話 那很抱歉你下一家公司會調查你 前面為什麼離職的原因 但台灣好像這部分比較open 台灣還反而希望說你多跳幾家公司 比如你金融業也待過 你物流業也待過 你可能每個行業你都待過 然後你可以把所有的技術全部串在一起 那你的薪水就自然可以提高還蠻多的 因為我身邊有些朋友就這樣子 各個領域都待一陣子 然後最後的話他可以懂得知識也就更豐富了 大概這樣 所以這一題也許回去可以試試看 下一個禮拜的話我們大概會再講另外一個案例 所以再來的話呢 請各位就是回去的話可以再開啟 這個單元05這一題 那這一題跟今天講的有點類似 你就把這個問題05打開 打開之後的話其實我們下個禮拜 也是大概把今天講的東西 再做一個重點複習一下 並且延伸新的 第一個這邊打開之後有A到L欄 那其中的話呢 當然如果每個欄位我都希望做出什麼 所謂的分割篩選 那當然第一個我可以針對所謂的業務 業務如果說這邊有幾個業務人員 我希望說針對業務幫我把資料拆開來 第一個一樣把它複製貼到這邊做移除重複 第二個的話呢就是再把它分別篩選 所以這邊有一個分割工作表用篩選的方法 可以快速的把每個這個業務人員分別做篩選 那當然其他產業別產品這些 還有哪一些還有客戶名稱 這些其實也都可以用類似的方法 所以你也可以把它改寫成一個共用的一個程序 有沒有寫出一個其他都OK 再來的話呢 可能的需求是因為將來我們其實不是要查全部 我只是希望查其中一個人 比如說我今天把這邊刪掉 那假如說我今天想要找那個小張就好了 我不用那麼多 你給我那麼多幹嘛 我只要小張 請你把小張的資料幫我調出來 那你這個時候呢就需要什麼一個按鈕 按下這個篩選業務 他會跳出說 請問一下你那個業務姓名叫什麼 我就輸入小張 然後他這個時候怎麼樣 就會幫你把小張的資料自動產生一個新的工作表 並且把小張資料放到這邊 有沒有小張就出來了 OK 以此類推 以後其他的欄位也可以用類似的方法來分別產生 那除了說呢 文字類資料之外 其他還有像按照什麼 按照總價 比如說我想要查什麼 這個總價 這個區間好了 比如說我今天想要查多少總價到多少總價的銷售業績 幫我調出資料來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不過呢 可能會需要兩個值 比如說你必須要大於多少 比如大於一萬 各時百千萬 然後呢 第二個條件是 小於多少 小於各時百千萬 二十 一萬到二十萬區間 有沒有 那銷售的總價是這個區間的 當然你這邊也許可以拿什麼 上市價登錄 比如像賣房子 買賣房子也可以嘛 那個區間 按確定之後的話 幫我把資料帶到這邊 有沒有 這邊會顯示 介於一萬到二十萬之間的那個銷售的訂單 幫我把它列出來 OK 類似像這樣的 那其他還有像按照建檔日期也可以 然後 還有 還有所謂的多重篩選 比如說我可能要 不只是查 業務 可能要查什麼 查它的總價 還有呢 它出貨給哪個客戶 有沒有 多個欄位 那可不可以這樣做 也可以 也就是說呢 我們可以利用AutoField的進階篩選 配合VBA 就可以做出很多的變化 這些查詢已經夠用了 如果你會用的話 等同 就是把什麼 Excel拿來當資料庫來用 而且其實可以用得非常透徹 裡面呢 基本上不需要去學習所謂的Sequel語法 也可以達到我們要查詢的這個目的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然後稍微參考一下 那個 問題05部分 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很多東西其實都可以 類似用那個 套用的方法 只是說你要套用還要熟練 這部分請各位試一下 那我剛剛有兩題 這可能就當成各位的回家類型提 第一題是Google的試算表 有沒有 多選變成單選 但是單選變成說 就是每一個選項 要把前面的資料也複製下來 怎麼寫會比較簡單 OK 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 單元05 裡面有個問題05的Excel檔 裡面也是針對裡面的欄位 我們怎麼樣做一次性的批次的全部篩選 跟個別的單一條件篩選 或者是跨不同欄位的資料篩選 這個部分的話 請各位也許有時間的話 可以試試看